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下一代喂 人家儿媳妇讨厌这个行为不是没道理 这个事还是应该支持儿媳妇 无论是熟人还是病人 她就说 真是没法说 说婆婆来给看孩子 丈母娘看孩子 说要是我妈呢 我还敢管 说这个婆婆就不敢管 但是说白了不敢管呢 心里看着特别独现 因为婆婆就很有可能有这个优美乐相感觉 就喂孩子 再一个家里也是供餐制 所以说呢 实际上来说 现在进步了 老年人也吃这个四联的多了 但是现在啊 这个对于这个幼门呢 我觉得是好多家庭要求的非常非常严 比方说雇个保姆啊 都要做这方面检查 其实这是应该是非常必要的 刚才张伦说的这个非常好 看来女粉丝跟你吐露了这个 现实的病人 现实的病人过来带着说 我这保姆我还好意思带着过来查给她治 说这个婆婆公公不好管 管身管浅 就是个 有的时候就是个导火索 那老人不认识这个问题 咱通过这个节目 这个事还是应该支持儿媳妇 因为老年人呢 他呢对这个尤其隔背亲嘛 对孙子 外孙子 外孙女 非常的这个溺爱 有的时候呢他在吃之前啊 又要这个这个拿舌头舔一舔 或者说自己先吃一口 另外就是说你你去吹一吹 吹凉了这个过程 都有可能传这个幽门老杆菌就来了 对对对 为什么呀 我们平时做碳13 做幽门老杆菌的检测 就是吹气 不就是吹气嘛 来把那个我们吹的气收集起来 对对对 进行这个细菌的检测 所以我们在吹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可能会增加 所以对这些老年人呢 确实是改变观念 改变行为 非常重要 您这么说我突然有感觉 这个预防幽门老杆菌 戴口罩也管用啊 呃 戴口罩也管用啊 另外情侣之间的接吻 对对 亲吻都有可能造成一个 这以后谈恋爱是不是还得问问 那一方先查查吧 查查有没有幽门老杆菌 情侣们这也是个途径之一啊 对您看啊 其实有病人啊 他们在问的时候也会 咱们也会告诉他 因为有这个基础知识嘛 对 说伴侣现在有这个幽门老杆菌 人家另一半没有 嗯 他在根除的这个过程中 就要减少伴侣 甚至夫妻之间的亲密行为 对啊 因为接吻是可以传染 因为你在查查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 你还存在这个细菌 所以这个从理论上来讲呢 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存在 这个传播的风险 您看啊 这个这个我之前有个病人啊 他是家里是女儿 嗯 他呢就是焦虑孩子会不会有幽门罗感觉 其实过度焦虑了 已经焦虑的不行不行的了 嗯 我说我就劝他 我说您今年给他跟除完阴性了 嗯 您以后能保证他的伴侣是绝对是阴性吗 嗯 他说我以后啊 他要谈恋爱那个男孩 我绝对嗯 他要是看上那什么 我让他去查 哎 我觉得啊 这就是人可能 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 可能当所有的家长都进步了之后 以后孩子们这个幽门罗杨杆军都是阴性 因为幽门罗杆军呢 大家也不要过分的解读 或者说因为这是个很容易这个插杀致好的一个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奉劝这些年轻的小情侣们 不要过分的解读 对对对对 不要过分的解读 但是呢 需要大家注意 好的 对对对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